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题目 光能的粒子素或是X光素可以用来治疗二性肿瘤,就是癌症 每单位质量的人体吸收的这个色素能量称为吸收剂量,就在这里 那色素通常对准二性肿瘤造射后 癌细胞与正常细胞吸收这个色素能量后DNA会遭到破坏 而癌细胞的这个死亡几率比这个正常细胞还要来得高 也就是说我只要吸收多,癌细胞就会死得比较多 那图中呢是这个电子、子子还有两个能量不同的X光 四种色素吸收剂量跟深入表皮的深度变化 各种色素命名如下 那他说这个色素中的单一粒子,单一粒子圈起来 光子圈起来 那进入到人体时的能量 一个MegaEV,Mega是死而6次方 EV叫电子不特 他已经帮你换好了 是1.6乘上时的负13次方交额 那下离合者叙述正确 来,我们来看一下A选项 A选项他说 这个子子色素跟 子子色素的粒子跟α粒子相同 对不对 子子色素其实就是氢原子核 氢只有一个子子嘛,对不对 那α射线是什么 子子待会我写P哦 α射线是什么 α射线不是氢原子而是氦核 两个差很多 好,这个A错 再B 子子数的粒子密度必为电子的 粒子密度的37.5倍,对不对 老师,这个能量是37.5倍 谁,这个对对不对 不对,那个叫能量比 可是能量比是个数比吗 我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他这个东西 他说单一 你看一下提干最上面 这个第二段的第二行 它是单一粒子 单一粒子冲起来 我知道的是能量 是一颗能量 我知道个数吗 我不知道个数啊 我知道一颗能量 来,我只知道 单一粒子的能量 因为题目就说单一粒子嘛 我知道的是单一粒子的能量 我不知道粒子数啊 我不能知道 粒子的 个数嘛 所以这个是错的 好,再来请看C 20百万电子伏特的S光光子 光子圈起来 跟400万电子伏特的光子圈起来 频率是5倍,对不对 我是不是听到光子啊 嗯,没错 我听到光子,我想到什么 普朗克的量子论 或是你说安斯坦的光量子论 E等于HF 来,H是普朗克常数 那这个能量就会跟频率成正比 他说的是光子 你看 这个能量是几倍 来,他说 20电子伏特,4电子伏特 能量是5倍 能量是5倍 那么频率就是5倍 这个是对的 再来请看D 150电子伏特的子子跟 150百万电子伏特的子子跟 的速率跟400万电子伏特光子速率 一样,对不对 错 子子呢 是一般粒子 一般粒子跟这个光 它们的速度不一样 光是光速 所以速度不一样 那一般粒子啊 一般粒子的速度 它不会是光速就对了 所以这个D是错的 好,数率不一样 再来请看E E,他说 四种色素中 只有S光可以穿透 15公分的组织 对不对 这两个是S光 它能够穿透到15公分 没有错 其他你看 子子可以吗 不行 电子可以吗 不行 只有S光 OK的 没有错 好 所以本例答案选两个 C跟E 这两个正确 好